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蔬食的健康资讯 要分享给大家的 充满文艺气息的台南 隐身着许多优质的蔬食咖啡馆 带您一探就近 希望忙碌的人们有个放松 可以阅读聊天的地方 除了在料理上下功夫 也打破传统的框架 创造咖啡馆的无限可能 从茶饮 轻食专卖小铺 到拥有自己的咖啡馆 蔡家三兄弟齐心努力 展开长达15年的蔬食之旅 位在二楼的蔬食餐厅 它们拥有明亮宽敞的友善空间 而且食材严选交通便利 在2018年的时候 被交通部观光局 获选为南台湾 人气蔬食的餐厅之一 没有招摇的店面 热闹的宣传 静默隐身在二楼的咖啡馆 映入眼帘 却有落地窗洒进的满是日光 你今天很多梦想开咖啡馆 然后但是学习佛法之后 最好休息的地方 就是能够在月亮底下 然后明亮小节的月光 然后清凉 白天的所有的热闹 能够在月光下得到止息 这样的一个画面去构成 我会想要开这样的咖啡馆 宽敞明亮 适合阅读 会议教学 顺获喘息的公共空间 不妨放慢脚步 放松心灵 品味一杯庄园咖啡 我们的咖啡都是用庄园豆 它不会透由中间商的 一个层层的剥削 它是来源很明确的 而且每一个庄园豆 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咖啡馆最主要要卖的是一个故事 它这一支咖啡 在特殊的环境 气候 它所营造出来的风味 如果这一支咖啡它是有故事 它就成为一个好的产品 故事在咖啡中蔓延 高温冲出浅辈咖啡的层层香气 带着圆润滑顺的纯香口感 这个叫郁金香杯 它有一个细细的脖子 所以你喝的时候 会小口小口的错影 你会丰富感觉到它的口感 它的厚度 最后呢我们会搭上一颗 70%全素的巧克力 就会感受到说 这支咖啡它加成了层次感 咖啡要带有温度 那才是一杯好咖啡 开这家店就像带一个小孩子一样 所有问题每天每天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件 但是因为它是我的 所以我愿意为它更加努力 只要客人的回馈 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赞赏 就是我能够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坚持端上猪的必须是安心食材 店家把关原物料 讲求天然 做出奶蛋素还有全素的 还有甜点 真的是令人惊艳 将手工面团擀平 整形 抹上番茄底酱 加上番茄碎粒 一一铺上罗乐叶等彩色食蔬 黑橄榄 甜豆 然后起司吃 烘烤六分钟 罗马驾起披萨出炉 浓浓的番茄红酱 也可排列组合 幻化出各种风味 披萨我们都是现场手做手揉 用很好的日本粉 然后不放奶油 因为我可以做到全素 然后做低温发酵 所以我们所有的饼皮都是 提早一天做好 然后放冷藏慢慢发酵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会很像 法国面包一样是有嚼劲的 我们的罗乐薄饼 倾向是我们自己做 因为外面卖的会有葱蒜 会有切丝粉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自己做 但是呢 用九层塔会觉得很涩 所以我们放了很多很多好的坚果 然后让它那个口感很滑顺 它像是意大利葱油饼 外酥内软 但是因为是用烘烤 所以不用担心很油腻 然后是成为搭配咖啡 或者是甜点的一个小点心 这道是奶香鲜菇炖饭 这是意式香料粉 对 它可以增加它的很多香气 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菇 可以增加我们的口感 甜豆 我们也有玉米粒 以菇类取代肉类的口感 搭配黑橄榄 彩椒等食蔬 冷锅冷油减少油烟 待炒出香气后 再让台湾有机肠鲜米吸收汤汁 特意煮成八分熟维持颗粒感 做出口感Q弹的意式炖饭 刚开始做炖饭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客人来 然后吃了我的炖饭 然后很开心地告诉我说 哇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麦 就是很容易把炖饭煮过头 煮得软烂 正统用意大利米煮的饭 其实台湾人普遍不能够接受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种场景 现在终于能够很正统的 意大利餐的口味 又可以符合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这边是马斯卡泵 卤酪 跟我们自己冲的咖啡 把人工添加物换成天然食材 应用在甜点上 处处讲究 打发的动物性鲜奶油 像我们的提南米酥 没有吉利丁 不用凝胶 我们用的是寒天 不使用生蛋 我也不用酒调味 不使用生蛋排除了生菌树问题 手工慕斯揉合了巧克力蛋糕夹层的口感变化 为食材的每个环节把关 不仅如素的朋友实在安心 在一般客群中同样家贫如潮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食物 你喜欢我提供给你的服务 而我不需要刻意地去迎合大众的口味 我就是做素食的 就是把素食做好 是我的信念 在台南大学的周边镜像 蔡家三兄弟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素食咖啡馆 15年的功夫完美地呈现了 他们做料理的匠心度运 来自哥斯大黎家卡内特庄园 音乐家系列莫扎特咖啡豆 独特的精密处理法 普出曼妙的特殊风味 精挺咖啡飘响五年 过去却是如素的三兄弟 十年磨一剑的努力 一开始在就店的时候 我们先做轻食的一个投食温度 那很多的消费者几乎有八成以上 都不是吃素的族群 可是他们反应很热烈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之后 有得到这个信心 我们希望把母亲的这样的 那么长时间对素食的这个料理 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蔡家三兄弟放弃各自专长的工作 投入齐楼饮品 轻食炭的工作 努力十年后 静静在巷弄中盖起咖啡馆 提供更精致的蔬食餐点 看起来是把风险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可是反过来看 他其实就是各师其职 专长厨师 他就专长厨师 专长甜点 他就专长甜点 那像我专长咖啡 我们就专长咖啡 刚好三个臭皮酱 剩过一个出口量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慢慢地互相扶持 三个兄弟互相扶持 一路到现在 在各自的领域追求完美 加上棕破腮妈妈做料理顾问 拼凑出全新的蔬食蓝图 抽调荤食元素 自行研发手工资然牌 堆叠出不同的餐点风味 双胞胎兄弟 培养出好默契 分工完成 也没有说什么样的黄金的比例 就是一步一步地去尝试 哪一个东西试起来是比较好 在做半成品的时候会比较辛苦 如果说你那一块牌做得太扁 那它会太干 然后太干的话 它这样吃起来就觉得不好吃 我要把它掌控至大小 让它有一个厚度 一个负责成型 一个负责捞 捞到那一块牌 没有很干的情况之下 适当就要把它捞起来了 所以这时间会比较辛苦 经过制烤之后 它会有一种 一般葷水那种叫焦香味会出来 那如果以糖醋来讲的话 它的佐料就我们有稍微区隔 它是属于咸甜咸甜 就带点你比较好入口 15年不断精进好厨艺 兄弟也正研发 无蛋的手工素牌料理 让菜单选择更多元 菲利的牌 它吃起来口感比较扎实 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把它区隔开来 在欢速客群间 拥有好口碑 就像在地人的左右邻居 享用餐点 还有家的味道 我们热情的招待 然后客气的问候 让人家觉得说原来 这过程当中就好像我在回家 用餐的过程里面会觉得说 真的素食是一件很美好的 几乎来我们店的都是变成很好的朋友 然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一直在你左右 那时候是老师带着学生来我们店了拿消费 那时候看到我们店塞油的时候 这个名字觉得很纳闷 怎么会叫做塞油 那时候刚好我们门口有解释 一生陪伴在你左右的好朋友 那时候找到田日宇教授 他就说对 我们日本人有一句谚语 他就是说一生陪伴在你左右的好朋友 而这个塞油有手足的意思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兄弟如手足 刚好我们又是三个兄弟一起来开的店 所以就很吻合这样子 不畏追求利润 轻易加盟连锁 投入15年的热情 手足同心 打造自己梦想的家族品牌 当我们从事要创业的时候 我们就想好了 我们就有破釜成做的决心 我们没有回头路 为最初的理念而坚持到最后 甚至终其一生 日本人用匠人的精神 把它传承下来 把我们想要传达蔬食 美味也能够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提供给消费者 这样子把它传承下来 台南的特色咖啡馆真的是百花齐放 走过低潮熬过变动 坚持数年 让精品咖啡还有美好的蔬食 让更多的人看见 苏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